游戏速播玩给你看 哈喽大家好 又到了玩动动脑的解谜游戏时间啦 这次我要介绍的解谜游戏叫做逃脱达人 Escape Action 那在玩这款游戏前呢 请大家先想象一下自己是一名专家 那什么专家呢 你是一名平常在顶级监狱工作的 平常就是要检测一下监狱是否安全 以防犯人逃出去 那但有一天你醒来的时候 发现你竟然被人家陷害 因此被困在一个古堡里面 所以你现在要想办法用你的专业逃出去 那我就按play开始 那这个游戏呢 里面总共有100个关卡 可以让你动动脑 那我现在已经po到第50几个了 不过因为示范 不想要让大家就是 就是先跟大家讲答案太多 所以我就从第9关开始 简单的讲几关就好了 像我们平常在玩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点点看旁边有什么东西 点点点点点 然后就会发现 像比如说这个 就点到了 那这一定有一定的功能 你点下去是红色 代表说它可以做什么事情 那这边有一个 你就发现它可以把门给打破 好 这样就逃过 所以呢 这一关就破了 那它除了点击以外呢 它有些游戏会像这个一样 考验你的速度的 它这个游戏是叫你要在一定的时间内 把整个全部的铁锤合并在一起 然后把门给敲破 那我现在失败了再 replay再一次 上面是时间 它总共给你6秒的时间 OK 所以这样就破了 那再来呢 是这边 它有时候游戏它是需要你动到一些逻辑的 那如果你真的不懂的话 有些朋友会去网络上看一下 人家写的就是攻略 但是比较可惜的是这样 你就失去了一点乐趣 不过有时候卡关嘛 没办法 那不然就是你可以通过购买上面这一个 就是它要给你一些线索的 但这是需要签的 这样就调过了 在这一关呢 你看旁边有火 这一关我先不讲到底是怎样 再给大家一个提示 就是这款游戏除了我们用点击的方式以外 你还可以这样子摇晃这个iPad或是倾斜 或是让它整个倒下来 反正就是用各种方式去摇晃你的平板 它就会影响到游戏里面的内容 所以呢 以上就是我对逃脱达人 Escape Action的游戏介绍 那欢迎有兴趣的朋友 喜欢解密游戏的朋友 赶快点击右下方的官方下载键 下载来玩玩看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